看来美国不仅在人权问题上道貌岸然 在疫苗问题上也是如此 一会儿表示同这个站在一起 一会儿又表示同那个站在一起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请美方公布一下 到目前为止 美国给哪一个国家 包括他的哪一个盟友 已经提供了多少疫苗 美国人口3.3亿 占世界总人口的4% 但是已经抢购了约26亿剂疫苗 占全球疫苗总量的四分之一 正当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 获得急需的疫苗的时候 上亿剂的疫苗正在闲置在美国的仓库里 美方官员还不断地强调 在疫苗分配问题上 应该坚持美国第一美国优先 并且限制疫苗原材料的出口 这让人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 猪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